在毕业于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赚课学校之后,张廷宋决定回到家乡求职。 2015年,近一个好友介绍,他亲身到宁平省了解丹水和榜样子模式。 意识到这个新经济模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十分适合北疆省环境条件,他决定在家乡创业。 这时候,他决定没有收到家人的支持,因为他从未学习过有关农业养殖的任何班校,在此方面没有任何经验,项目刻信性几乎为零。 尽管如此,出于自己对珍珠丹水养殖模式的热爱,张廷宋大胆投入其中。 作为聪明能干的年轻人,经历一年多在宁平省学习,2016年6月,张廷宋回到北疆省创建养殖场。 盖养殖场的初步投资经费为10亿月顿,面积1800平米,核棒养殖数量1万只。 在养殖初期,由于天气不合适,养殖场的室外温度较高,导致一半核棒死亡。 意识到这个原因,正廷宋快速改变养殖方式,力证为核棒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幸运的是,挪西湖水源的酸化水平较低,因此较为适合单水核棒养殖。 淡水核棒养殖工作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气条件。 虽然北疆省的气候很适合养殖核棒,但养殖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因此需要采取适当措施。 但是,如果天气炎热,就要调节水温,如果汛气来临,就要调节水味。 养殖珍珠棒并不容易。 为了让隔离存活时间长,从河流捕捉或者购买回来的隔离都要放在溪水里。 值得注意的是,小时点把隔离,养殖在不同的水源环境,力证找出最合适的养殖环境。 张廷松表示,一批核棒养殖周期为两年。 在衰减种油后,把核棒放在溪水里10到20天,然后放入池塘24到48个小时,以让核棒吐沙,然后将圆形珍珠折入棒体内。 折入后,需要把核棒放在干净的池塘养殖15到20天。 养殖者把一只又一只核棒放在单独的网袋里,并放在水位50到100厘米的地方。 张廷松透露,核棒养殖的水源要求较严格,水位需要保持在20到30摄氏度,不能使用水质算化。 一年要换水一次,以确保核棒良好生长。 由于浮游生物是核棒的主要食物,因此池塘里应同步养殖鲤鱼,这样将有助于浮游生物紧贴往呆。 早在2018年,已经有一些人前来学习接见张廷松的核棒养殖技术和寻找合作商机。 杨洪奎是其中一个。 他同村里两户家庭投资近五一月份来养殖8000只核棒,产珍珠比例约为60%。 谢谢。 谢谢。